1 2 3 救難人員在血坡上 將傷患固定在單架上 再用繩索慢慢拉到安全地帶 每個步驟不能馬虎 就怕造成傷患的二度傷害 達人及大溪異校分隊 共同進行山域跟水域的食物訓練 以利於救災能力的提升 以及培養團隊默契 有助於及早因應 複合至災難的面臨 如果有山難的時候 要如何救助這些 患者或是說在河裡 如果溺水或是不幸失足 這個救助的訓練方法 加強他們對這個訓練 然後讓他們更了解訓練之後 要如何去救人 通繩索或是渡河水中救難 強化機能型異銷同仁 以外事故人命救助救援能力 靈活應用在每次救援現場 增進救災應用技能 因應多重災害搶救所需及 確保預消人員執行安全 對本地基民是比較好 因為我們在他們這裡收信 要是噴到什麼狀況 我們還有這種知識 因為我們平常也不會接觸 這個水域或者山域的工作 那這次參加這個專業訓練 對我們我們的本質宣 還有這個對水的對山的 一些救援觀念會大大的提升 唯有紮實的訓練才能確保第一線人員 在時間與安全的壓力下 仍有條不問熟練各項搜救技能 強化同仁精神及士氣 配合警消弟兄發揮最大戰力 原始新聞物據台東達人採訪報導